问大家一个问题 在所有的调味品当中 你最不喜欢吃什么 我先说 葱姜蒜香菜我都可以接受 但唯独有一样调味品 我碰不得一丁点 一丁点都不行 那就是芥末 有谁跟我一样 芥末那个味道 我的妈呀 谁吃谁知道 八个字形容 内涕横流 屁滚尿流 又呛又辣很上头 哈哈 哈哈 那么有没有产生一个疑问呢 芥末为什么可以如此的辣 它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可以让它辣得如此的嚣张 今天的主角芥末 那么今天我就把芥末 放在显微镜下面 来观察一下 看看它里面到底有什么成分 芥末源于欧洲 是一种叫做马萝卜的植物 做出来的 添加色素之后呈现绿色 对口舌有强烈的刺激 具有催泪性的强烈刺激性辣味 累了困了 舔一口芥末 瞬间提神醒脑 满血复活 这是放大500倍的芥末 看起来像不像月球表面 这些一块一块像石头一样的东西 都是一些盐类 我们刚才说到 为什么芥末这么的刺鼻呢 那是因为它含有非常丰富的 一流氢酸盐 这是一种小分子的化学物质 在十字花科蔬菜中含量非常丰富 那么这种成分呢 不但可以预防蛀芽 同时还具有发汗 利尿 解毒 清血等食料功效 对增进食欲 促进血循环也有不错的帮助作用 另外 一流氢酸盐能抑制微生物的生长 容易变坏的海鲜搭配芥末来吃 除了提味开胃以外 还可以在消化前略微抑制鲜食中微生物的繁衍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吃一些日料的时候 比如三文鱼会搭配一些芥末来吃 通过刚才的观察 我们大概知道了 芥末之所以如此的辛辣 那是因为它里面含有丰富的地流氢酸盐 通过来看芥末虽然口感很差 但也具有一定的食料的价值 所以经常吃吃的话也是可以的 就是要注意每次吃的量一定要少 一定一定要少 不然你真的会爆炸的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给我点个赞加关注 如果你有什么想看的东西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 我们下期再见吧